大家好啊 刚才咱们不是聊到了那个长津湖这个电影吗 当时指挥九兵团的是那个宋十伦啊 这个我们这有个朋友对他们家的情况有一些了解 我们听听啊 我上次说的那个旗袍俱乐部商人俱乐部 红二代去拍照 交了会 我上次说的那个旗袍俱乐部商人俱乐部 经常拉一些高干子弟去红二代去拍照 交了会费就能和他们拍照 有一次就把宋十伦的女儿叫去了 宋十伦有两个女儿你知道吧 第一个是头一个老婆生的 第二个是第二个老婆生的 叫百一 当时他们两口子岁数加起来好像是101岁 所以那女儿叫百一 他说宋十伦有两个女儿 我现在查到的资料说是仨女儿啊 呃 大女儿叫宋英兰 后来改名叫宋志仙 这个长大以后是江苏南京签笔厂的一个干部 第二个女儿叫宋重石 就是刚才啊 我跟大家给大家看的那照片啊 为那个长津湖电影造势那个宋重石 他是在这个北京交大附中当老师 在2000年的时候退休了 交大附中 就是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啊 过去叫北方交大啊 我在北方交大的校办企业蓝通公司工作过 1993年啊 那就应该在西志门外大柳树北下关这一带啊 应该是这一带啊 他还有个小女儿 小女儿叫宋百一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 宋石伦和他的夫人家一块110岁 是吧 平均55岁 那他妈肯定比他爸小不少啊 这个他叫取名叫宋百一 他就是一个护士啊 就是一个护士 我们再看看啊 其他的资料是怎么说的 宋石伦1907年 湖南李陵人 北乡景湾村的 也是上将啊 19岁加入共青团 20岁加入中共 22岁参加红军啊 他有三段婚姻 第一个夫人姓周 1925年结婚 生的那女儿就是宋英兰 27年俩人离婚了 其实也不一定是离婚了 那会儿离婚的很少 反正就是他出来当兵也好 所谓参加革命 就不在一块过来呗 那会儿叫一纸修书 写个修书 第二个老婆 第二个夫人叫郑继思 郑成功的郑 继承的继 斯大林的斯 郑继思 这个1916年 11月出生于广东省 海丰县 扇尾镇 现在扇尾都是个市了 海陆丰 那会儿有个叫澎湃的 共产党在这造反 是吧 搞农民运动啊 1916 他是1907 我看看啊 对 那他第二个老婆 比他小了9岁 郑继思 后来当过江苏省工业厅副厅长 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俩儿在延安结婚 1941年 生了一个女儿叫宋崇石 1967年 郑继思 在北京因病逝世 51岁 然后 这个郑继思 在他去世前 留下遗嘱 让自己的妹妹来续贤 嫁给自己的老公 他亲妹妹叫郑小纯 后来郑小纯 又嫁给了宋世伦 郑小纯是1940年生的 我看他的姐姐说是 1916年 1916年的姐姐和1940年的妹妹 差了24岁 他们家可能他爹也不是一个老婆 是吧 那1940年啊 那跟他老公 那宋世伦上将是1907年 差了33岁 是吧 曾任中国军事科学院 军科院啊 我在那写过论文 军科院机关幼儿园园长 反正都是个官 大小都是个官 是吧 宋世伦好像当过军科院 是院长还是副院长啊 可能后来是院长 最早的军科院 应该是叶剑英当院长啊 宋世伦 然后俩人69年结的婚 那结婚的时候 他这妹妹才29岁 是吧 我看他姐姐是哪年去世的 他姐姐是 67年12月 过了一年多 他们结婚 然后又生了一个女儿 叫宋百一 宋百一 那最起码69年 最早也得70年生的吧 也就50来岁现在 郑小纯现在还活着 77岁 说是77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应该是17年的 当时说还健在 住在北京 这是那最小的女儿 是个胖子呀 这女儿是一胖子 三女儿 这是那二女儿 大女儿 基本上就没有照片了 这是宋十轮 这应该是跟二女儿的合影 战争年代 我把帘争年代 我把帘争年代 好吧朋友们先聊到这